今天11月26号 石家庄丽阳牲畜交易市场上午到两车牛 第一车拉来55头2岁架子母牛 平安卸车 第二车13米双层半挂拉来11013头母牛 有小母牛毒 有2岁母牛 一层的牛都安全顺利地进到圈里 卸到二层突然发生意外 一层卸完了 二层牛还没卸 有个牛砍出头来 出来的这么好出来 第一个时候都放进来 这么差了没一点 师傅都急了 司机师傅又蹬又推 牛头还是回不去 师傅都无可耐 这咋办呢 司机师傅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尝试把牛头送回去 快起来 司机师傅努力了一会儿 这牛自己都不动 电锅拿过来 电锅电呀 电锅不大作用 司机师傅对着牛头又是一种操作 换了个角度 换了个方法 快上行不行 终于进去了 牛得救了 二层的牛接着下车 二层的牛下车了 很多的牛 113头牛 安全地区 两个小牛族 有驾动母牛 这车牛身上非常好 一下车就有人开始撞牛 三个上里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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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上的背上都坐上气候了 放上气候的 这都是飘上的牛 装车 这两卷里也有飘上的 一会儿都有装车 都是8块8一讲 质量好的牛 卖的就是快 下车就开始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